随着美国经济和美元霸权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国际金融体系的去美国化 去Swift化 多元化 我想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 当前美元体系同时面临自身信用危机 和主权数字货币变革的双重挑战 这就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一个重要机遇 目前看来终结美元霸权地位的主力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 也读懂世界 这段时间美国为了应对自己国内高烧不退的通胀危机 美联储决定采取激进的加息措施 美元走势是强了 但是其他国家的货币却是苦不堪言 那为什么美元能够对其他国家的货币经济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美元霸权 今天我们来讲讲 今天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讨论美元霸权的过去 现在面临的危机 以及将来可能的走势 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教授 欢迎 同时我们也请到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员 留点老师 欢迎 好 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两位嘉宾 同时呢 我们在演讲结束之后 会跟我们的线上的观众一起来进行对话 有请两位 博物冲突爆发后呢 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行了无底线的制裁 连自己一贯坚持的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都不要了 想冻结就冻结 想没收就没收 美国曾对伊朗 委内瑞拉 阿富汗等国家这样做过 但这些国家都相对比较弱小 这次搞到俄罗斯这个核大国头上了 它冻结俄罗斯国家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 冻结乃至没收俄罗斯私人在西方的资金和财产 其实美国犯了一个重大的认知错误 它仍然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而这个世界早已进入了后美国时代 美国制裁俄罗斯的目标非常明确 要把俄罗斯变成一个国际社会的弃眼 把卢布变成废纸一张 而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坚决反击 来了一场仙桌子的革命 用一纸卢布结算令 把美国发动的货币战争变成了货与币的战争 俄罗斯有货 西方有币 结果是卢布大幅升级 俄罗斯可以说已经初步赢得了这场货币战争 那么这也是我想起就是 11年前 2011年的6月 我和《历史终结论》的作者 福山辩论的时候 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当时他认为美国 这个08年的金融危机 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是非常好的制度 特别是和中国这种所谓专制制度相比较的话 我当时这样回应 我说西方觉得他的制度还是最好 实际上这个制度问题越来越多 西方民主的发源底 希腊已经破产了 英国政府债务占GDP90% 接近破产了 至于美国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 911事件 美国损失了1万亿美元 两场不聪明的战争 或者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损失3万亿美元 金融危机 损失8万亿美元 美国现在的债务是10万亿到20万亿美元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美元的国际货币垄断地位的话 这个地位也不是永久的 美国这个国家也已经破产了 我11年前说这番话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美国是一个 载务深重的泥足巨人 一旦全世界都真正认清这一点 美元大傻就可能走向崩溃 但究竟什么事情的发生 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也一直在观察 那么作为国际结算货币 一般需要几个条件 一是良好的信用 二是币值比较稳定 三是流动性充足 现在美国良好的信用已经不在了 甚至可以说信用非常糟糕 而美国滥用美元制裁 把美元武器化 无疑是主要的原因 同样 美国超发货币 金融放水 债台高速 也使美元的币值稳定 受到影响 当年英镑走衰 很大成长是因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积累了大量的债务 使国际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持有英镑 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 英镑的地位被美元所取代 换言之 在这三个要素中 美元的信用已深度动摇 币值稳定也有所动摇 唯有流动性是充足的 我想这也意味着全世界去美元化的进程 必将加快 我们知道美元能够保持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 关键是它在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中 拥有的一些绝对的优势 这特别体验在大宗商品的结算上 但现在可以看到是这种地位已经发生动摇 俄罗斯从2014年开始去美元化进程 2019年 俄罗斯在原油和天然气交易中 不再使用美元支付 而是使用欧元和其他货币支付 那么现在俄罗斯又决定 对非友好国家 必须用卢布进行天然气贸易 并准备扩大到粮食和其他领域 这些都在削弱美元的地位 沙特在2019年也就公开表示 它威胁要抛弃美元结算 那被美国制裁的伊朗土耳其等国家 早在2018年就开始去美元化 2018年2月 伊朗宣布中止美元作为官方清算货币 2018年8月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宣布 土耳其将对俄罗斯 中国伊朗和乌克兰 采用本国货币支付 对欧盟使用欧元 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加大对俄制裁 以俄罗斯贸易往来比较密切的不少国家 如印度阿联酋阿土耳其阿等 都表示可以和俄罗斯绕过美元 如本币进行交易 总之 美国也是对商品贸易规模较大的国家 进行制裁 就越会加速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 连高盛公司在今年4月的一个研究报告中都指出 俄乌冲突以来 美国对俄制裁产生了连锁反应 多国政府开始加速去美元化 高盛报告认为 制裁过度干扰全球资金流动 可能导致金融交易开始完全攒移到美国之外 而对俄罗斯央行的制裁 这可能使各国重新考虑 在贸易和金融中是否使用美元 这将威胁美国世界货币的地位 在中长期内影响美元汇率 最近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报道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主要国家 正在加大去美元化的步伐 一是中国 日本 沙特 德国等持有大量美债的国家 都在抛售美债 二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表示 我们正和金砖国家伙伴一起 制定可靠的国际结算替代机制 我们正在研究 以金砖国家一揽着货币为基础 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可能性 三是印度央行7月11号宣布 推出国际贸易的卢比结算机制 而且是立即生效 当然印度没有俄罗斯这么多的资源 也没有中国这么多的产品 卢比清算力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次使印度最大的水泥生产商 超科水泥在进口一批15.7万吨的俄罗斯煤炭时 使用人民币付款 货物这个估价约为1.7亿人民币 这次支付的额度不算大 但是俄罗斯与印度之间 首次采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世界主要媒体都做了广泛的报道 都谈到它可能产生巨大的示范意义 五四根据新华社6月20号的报道 中国央行发布关于支持外贸新业态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通知 于7月21日正式实施 不少媒体形容这是中国推出的人民币结算令 反正这我想是我们中国卖出的重要的一点 它的意义不容小觑 中国经济体量比俄罗斯大很多 那么这个文件提出 中国将在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中 支持人民币结算权和支付权等一系列重要的举措 六四中国还在加大推进数字人民币的使用 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设 以及在Swift之外 建立一个有自己生态圈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整个非西方世界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生态圈 正在形成之中 总之随着美国国家信誉和美元信用的塌陷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根据购买力评价 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最大的消费市场 最大的投资市场 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 正在积极稳妥的推进 后美国时代的经济和金融秩序建构 俄罗斯的一些开创性的做法 对中国也有不少启迪 当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 我目前还拥有大量的美元和美债 我在这个节目中曾经提出过 我们应该推动建立一个平行的 卯在人民币与食物产品之上 跨国金融体系 随着美国经济和美元霸权 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国际金融体系的去美国化 去Swift化 多元化 我想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 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好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下面我们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特要副研究员 刘典老师给大家演讲 谢谢大家 张老师刚才的演讲 系统分析了美元霸权面影的危机 那么我也想从三个方面 聊聊美元霸权危机的三个现象 以及呢 未来全球货币竞争格局的一些重要变量 第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美元霸权的根基 正在面临俄乌冲突引发的一个八级地震 俄乌冲突带给美国最大的伤害呢 就是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政治性 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 直接暴露给全世界 从历史来看呢 这也不是美元第一次破坏规则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的时候 美国当时就无力面对国内通胀家具 再加上自身美元超发的一个局面 他也不愿意向当年英国在一战以后欠债还钱 反而是拒绝承担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 不再遵守规则 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 而美联储呢 也从一个货币政策的制定和监管机构 转变成了一个干预操纵全球财富和经济权力的机构 信用是美元体系最重要的支柱 也正是因为对美元体系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一个信任 世界各国才会大量的储备美元 并且把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 历史上呢 美国也屡屡的去破坏规则 但是往往这种破坏规则的行为还是有一定底线的 像今天这样基于国家利益 肆无忌惮地使用金融核弹 冻结他国外汇储备的无底线的行为 意识上还是少见的 所以呢 这种平凡先作指的举动 让美元正在逐渐失信于全世界 第二个现象 就是美元霸权遭遇危机的时候啊 美元走势反而会更加的强势 与此同时 全球金融局势也会变得更加的动荡 美元霸权面临危机时 有些现象是反常式的 我们可以看到历次金融危机中 美元都会逆势走强 有人将美元走强 作为美元霸权并未遭遇危机的论据 但是这里面就忽略了一个问题 实际上这样一种强势 是以转嫁危机到其他经济体为代价实现的 比如说最近日元欧元等都遭遇了大幅度的贬值 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深受其害 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型经济体根本经不起折腾 导致国家信用的破产 过去世界各国忍受美元霸权的霸凌 是因为国际金融秩序的系统性崩溃 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后果 而且它对于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 可能也远远高于美元霸权带来的这样一种成本 所以美元霸权可以反过头来绑架世界各国 让他们忍受被薅羊毛的痛苦 来支撑该体系继续运转 但是现在当美元霸权本身成为国际金融系统崩溃的恐惧来源时 那么对美元霸权的根基将受到根本上的观念层面的冲击 第三个现象 美元霸权支配国际金融体系的时代 可能会走向逐步的终结 面向未来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全球货币主权激烈博弈的新时代 美元霸权之所以嚣张 就是在于美国把持了全球市场的主导权 通过经济利益的交换 让进入世界市场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一个条件 那就是部分让渡货币主权 以获得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便利性 那么这就要谈到俄乌冲突 对全球货币体系另外一层革命性的影响了 那就是俄罗斯从美欧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中 通过将本币与能源交易直接锚定 拿回了自己的货币主权 那这就直接动摇了石油美元的重要根基 天下苦美元久矣 俄罗斯打响了反抗美元霸权的第一枪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反抗者并没有被打垮 让世界各国看到了美元体系 现在外强中干的一个本质 因此就像张老师之前提到的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了这样一种去美元化的进程 在尝试各种途径 将让渡出去的货币主权拿回来 而这场革命正在悄悄发生 最后需要额外强调的一点 现在全球货币竞争的格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变量 那就是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发主权数字货币 全球主权数字货币的浪潮 也将对美元霸权构成革命性的挑战 以往一个国家如果要摆脱以美元为主导的一个结算体系 比如说建立自己的体系 从成本和实用性的方面都非常困难 并且从根本上它是没有办法绕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美元结算体系的 但是现在数字货币则为去美元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实现方案 那就是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 逐渐构建一个新的货币清算和结算网络 因此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地推动主权数字货币的研发和试点 有研究指出 未来很可能会形成一个基于主要数字货币形成的多个并存的数字货币区 也就是说在主权数字货币时代 会有一个群雄着陆的新阶段 当前美元体系同时面临自身信用危机 和主权数字货币变革的双重挑战 这就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一个重要基于 中国要重视人民币在未来双边多边贸易协定中的作用 像是一带一路或是RCEP等等 其中大量的贸易与投资都会成为人民币使用的重要场景 另外一方面也要聚焦 数字人民币未来的发展 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和试点 现在动作非常快 广受国际关注 而中国发展趋势良好的数字经济生态 也将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流通 提供重要的推动力 世界各国目前都在寻找一个 如何将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替代方案 中国良好的主权信用也使得人民币成为各国降低美元资产比重的一个合理选择 再加上现在全球货币体系的数字化发展浪潮 这也将为建立 锚地带人民币和实物产品之上的跨国金融体系 提供重要的战略给予期 对于中国而言 也要抓住机会有所作为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警惕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 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风险和挑战恐怕会接二连三 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 兼顾内外均衡 我们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以及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这样才能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给出的演讲 两位对美元霸权的阐述都非常的成体系 那我在想 如果有些朋友对美元霸权这个概念 也是初初解除 用几句话让大家要一下子 就能够很形象地理解 什么是美元霸权 刘老师您会怎么说 就是美国利用美元 作为世界货币的这样一种地位 来谋私利 这其实就是美元霸权 而且它整个套路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首先它通过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制度 让你的这个国家去跟它形成一个货币依赖 相当于你这个国家一部分的货币主权就交出去了 特别是像这一次 美国通过利用美元这样一种地位 对俄罗斯进行一个经济体系性的破坏 把它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都是难以承受之痛 对于一些小体量的国家来说 甚至就是灭顶之灾 是的 要理解美元霸权两个概念 一个它是世界货币 第二这个货币的存在在为自己谋私利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就形象地理解了它 这个谋私利后边它一整套的哲学 它耗你的羊毛 它说你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像索罗斯搞了这么多金融危机 就是当时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总理 马哈迪尔说的我们20年的发展成就 几天内就被你给毁掉了 然后他说是你们的问题 是你们叫crony capitalism 就是群带资本主义 你们搞腐败 这个政府干预等等 所以当时这个真的很激烈 亚洲国家说 我们认为最主要是cassino capitalist 资本主义 是你们这些金融大鳄 故意做局 然后让我们进入陷阱 因为我们讲的美元霸权 要提到它具体地 给世界造成的危害 就是不停地制造金融危机 隔一段时间 一批国家成为牺牲品 有的国家不知多少次 像阿根廷 反复被收割 它具体这个方法上很简单的 先是这个海量的放水 这个货币宽松 然后呢 你借了钱之后 推高资产价格 特别是这些国家 如果不设防 而且资本市场 完全开放的话 到一定时候 它就海量的收 然后就收紧 关注这个水龙头 然后你资产就暴跌 贬值 然后这个时候 它就买你的资产 收购你的资产抄底 很恶劣的 郝阳某 但现在证明 它这样做 比过去难度大了不少 您刚刚也说了 索罗斯的这些观点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流氓的逻辑 他就说 之所以我能成功 那是因为你自己有漏洞 就是鲁迅当年讲的 蚊子咬人 除了咬 还要发这么多的声音 对 所以刚才张老师 举的这个例子 在结合您刚说的 美元霸权 我想说 那么长的时间来 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 它对这个世界的塑造性 是怎样 美国呢 在二战结束以后呢 推动三驾马车 就是这个IMF 世界银行 还有包括当时叫 官贸总协定 后来演变成了WTO 就是它通过一系列 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形成了一个 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 而它主导一个秩序的同时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 很强大的美元霸权 从二战结束以后呢 它的谋私利的行为 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 比如说拉美国家 被美国视为后华原 有一个学者呢 写的本书叫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这里面其实 讲了很多细节 就是讲 拉美国家 怎么每五到十年 就被收割一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美元霸权的这种收割 它有套路 中等危机以下 它就收割一些小国家 然后呢 遇到一些大危机的时候呢 一些小国家收割不动 那它就会采取下一个目标 特别是锚定 一些这个中等经济体 以上的国家 刚才刘连老师在演讲当中 他提到一个概念 就很多国家 以往呢 它渴望有一个 稳定的金融体系 所以对有些事情 就可能就接受 但现在大家发现 原来正是因为 美元这个货币的存在 才造成了 国际金融体系的动荡 这个是不是世界各国 越来越强化的一种认知 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 是中国的崛起 实际上 中国是个稳定期 就本来它最想 从中国回想 这个大提量的国家 这好得对它好 对 一块大肥肉 但是尝试这么多次 都没有成功 那么中国我们 非常防范的金融危机 同时呢 还有它刺激美国 它因为玩这个前身前 好羊毛游戏玩得上瘾了 结果导致现在 经济的空心化 就是靠金融了 我曾经引用过 就是英国的著名的 历史学家 Hobbs Baum讲的 就是所有西方帝国的衰落 都是从经济金融化开始的 荷兰 英国 美国 而且看来 美国逃不出这个逻辑 好 那刚才也说到 美国的整个霸权的体制 不光是货币 在其他的领域里 只要有霸权存在 它就是掠夺性的 所以要让它改变这种掠夺性 恐怕很难吧 非常非常难 现在的国际的货币格局 它其实是一个 典型的金字塔结构 就是基于塔尖呢 就是美元 它作为全球主导的 这样一种世界货币 然后塔的中间层呢 是比如说像欧元 日元 包括现在我们人民币 也在这样一个中间层 然后塔的基石呢 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 比如说这个金字塔 遭遇地震的时候 它经常就是把各种各样 它受到的一个压力 转嫁到中间层 转嫁到基层 它暴露出来的是 这个体系武器的一个本质 就是它在平时 积累长期的信用 在关键时刻 要去帮它去抵御 各方面的危机 可能美元霸权的概念里面 在关键时刻 你们要替我挡一刀 但可能挡一次吧 大家也未见得 能看明白这个本质 四次都挡到 四次都背过 大家也越看越明白了 你可以回头看看 2008年 美国陷入金融危机 它真的没钱 它想发债券 债券没有人买 所以希拉里本人 还有巴尔森财长 都到中国来 就是要你们带头 买我们美债 这样的其他国家 才会买 其中希拉里 当时跟推销员一样的 一整套 我们的美债怎么好 怎么安全 怎么有信用 你们应该买 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中国人 对问题看得非常清楚 美元它其实是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 以及推动经济全球化 它是有贡献的 但是回过头来说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 它要维系这样一套体系 它是有成本的 它既有好处 也有成本 那么美国的问题 就在于是什么呢 就是它要好处的时候 全都要 它要分担成本的时候 你们担 或者说我尽量少地去担 其实特别是在一些危机时候 美元作为世界的主导性货币 应该去维护世界体系的 这样一种良性的运转 美国应该承担 这样一种角色 但每次呢 它在这个时候 个人自扫我们钱血 甚至我把我的血 扫到你这里 让你们来去替我买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好 那刚才两位演讲当中 都已经说到了一些 清新的金融体系 张老师在演讲中 也举了一些个案 我的问题就是说 这些会不会还仅仅是个案 要进入一种制度化的 体系性的国际间的结算 是不是目前的比例还不够高 对美元的霸权的撼动有几成 有时候来的会比我们想象快很多 它一旦成为一个潮流阻挡不了 你看人民币支付 我们今天讲了这个印度水泥公司 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也是用人民币支付的 这就是一个示范中一群 很多就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以中国这样的体量 我们可以再积极一点 很多人就要求就人民币支付 但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群 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美元美债 这美元美债我们要好好用好它 对不对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大的趋势是国际支付体系 国际金融体的多极化 我想中国可以是中间重要的一级 对 就像张老师说的 关键是这个市已经起来了 但这个市后面的能到底有多大 我们还要慢慢看 但至少有趋势 这个已经看到 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核心概念 就是我之前演讲中提到的货币主权 因为各个国家 它鸡蛋不想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放在哪呢 如果是选欧元 选日元 它跟放在美元 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的人民币 包括我们的主权的信用 它其实是非常良好的 我们中国的货币政策 走出了一个跟美国货币政策 稍微有一些相错的新的一个周期 从18年贸易战到现在 其实已经开辟了出来 我们相对独立的一条道路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国家会选择人民币 这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主权 另外你从宏观来看 中国世界最大的货币国 所有国家都要和中国做贸易 它需要人民币 这个大事放在这 所以我们在说 以往那么多国家 也并不是看不到美元霸权的负面 和危害的影响 但大家也没有办法 恐怕也是那个时候选择余地没有 你不选美元 你还能怎样 但现在如果说 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 很坚挺的一个选择项的话 那对这些主权国家来说 多了一条非常好的路 也是把自己的护城河 再挖得深一点 我们这样 也请出几位在线上等待的观众 一起来参与讨论 他们都有问题 我们先请出第一位观众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叫赵日 我是一名行业分析师 然后也是一名留美的海归 最近注意到说 拜登的话是访问了中东 然后应该还是说 想要通过中东的这个原油增产 去缓解它国内的这个通胀问题 然后脚前脚后呢 不见要去访问中东 联合伊朗去打好原油这张牌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在这场中东博弈之中 这个美俄之间的这个原油之战 那最后的一个赢家会是谁 谢谢老师 好问题 也是最近很热的一个关注点 我看了就是拜登这次访问沙特 好像他最期待的就是 希望沙特能够增加石油生产 降低石油价格 没有做到 从国际报道来说呢 好像都认为他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因为沙特他现在跟俄罗斯关系相对比较好的时候 然后呢 跟美国的关系还没恢复到正常 特别跟拜登的关系 更何况美国现在自己 从中东的最大的进口石油的国家 变成美国的石油可以自给自主了 这意味着他实际上是海湾国家的石油方面的竞争对手 所以这个巨大的变化 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恐怕石油价格还会高为隐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能源价格高企 其实对美国来说没有完全的坏处 它也正啊 它也正 同时呢 最最受伤的是欧盟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明语时啊 就是一方面呢 它作为一个盟友 它需要就是从民意上去做一些努力 但实际上来说呢 现在这个能源价格的高企 对它国内的通胀有一定冲击 但核心国内冲胀的这个问题 它并不完全是能源方面的 美国的决策者其实很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两权相较取其轻 所以呢 就是看上去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种 所谓的关于石油定价权啊 一些的一些争议 但其实在这一点上来说 美国它也是一个共同的利益者 另外啊 从这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对沙特这样的亲美国家 它的影响力都不像以往那样 说我有什么需求 你会很好的配合我 这也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中东的话题 这也是一种新的趋势和变化 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对美国说no 大国中国小国都这样 背后就我讲 谁进入后美国时代 拜登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但全世界都意识到了 是的 就比如说以前 就是美国搞 刚开始搞TPP的时候 哎呀 这个 硬者云集 硬者云集 因为大家都对美国市场 还是有期待 很有期待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 这几年拜登 他重新举起这个奥巴马时期的一些旗帜 重新采取类似一些政策 就像这个之前那个东盟十国去美国 大家去了一看 好像是一个政治 有宣誓意义的一种合作 但实际上呢 现实力很少 东盟这次在美国开峰会 美国掏出的钱是1.5亿要帮助东盟 然后我看东盟媒体报道 觉得这是个侮辱 这过分了 对不对 这点钱 中国跟东盟的贸易是八千多个亿啊 对 如果你真的在意这个地区 如果你真的在意我 你好应该对我好一点 这充分说明一件事 就是地主家没余粮了 好 谢谢这位观众的提问 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 我们再来听下一位观众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我叫王世龙 是一位退伍军人 现在是在新能源行业 同事销售工作 那么我们知道近期 美西方对我国在非洲债务问题上 屡次发难 那么中国外交部也及时进行了博斥 我想请问两位老师的就是 您是如何看待非洲债务问题的形势 跟前景 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谢谢老师 好 谢谢您的提问 对这个债务危机啊 一直是有一些媒体抹黑中国的非常重要的议题 这个非洲国家债务危机 西方媒体已经吵了好几年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数据非常清楚 就实际上非洲国家所欠债务 绝大部分都欠西方私营银行的债务 或者金融机构的债务 我们看到知道三倍余欠中国有关金融机构的债务 而且他们的利率还比中国的机构要高两倍 中国在非洲投资有不少国家 真的是跟对方共商共建共享 所以我们投资绝大部分都是基础设施项目 它最终是要争执的 只要那些国家不乱 所以这跟西方国家把很多的资源 资金投在消费 投在这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围绕债务危机的炒作 它其实有一个话语的陷阱 因为历史上西方国家大量的去提供贷款 背后是它把相关的一部分国家主权 担保给了相关的贷款 所以西方国家它就每次炒作这个危机 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默认中国你和我们一样 你放贷款你是为了什么 你去干涉他国内政 你要去控制扩大你的这样一种地区影响力 那我们中国核心是要讲什么呢 我们要构建人类命共同体 我们是由我们东方的这样一种哲学智慧 我们是基于一个毅力观 就是这义和力 它很多时候它是辩证的 向我们投入大量的基础设施 短期内其实投资回报率是相对较差的 但是从长期来看 当一个社会基础设施修好了以后 其实它激活的是你整个经济体的各种血液 各种机体 你慢慢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我们算的是这个总账 但在西方眼里 就是放在一个很low的格局 去看我们这个事 这个东西方的哲学真的完全不一样 包括像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跟这么多国家的合作往来 都是带有一种长期合作的眼光和规划在里头 但是西方主要就先把眼前的羊毛猴住 长远的我先不管 所以大家长短眼光完全不一样 你看美国连提供疫苗 它都要人家拿资产做抵押的 对 但说到这个债务陷阱的炒作议题呢 现在随着那么多年的时间过去 已经证明了中国做得非常好 客观的来讲 类似这样的炒作 磨黑 少了一点了吗 实际上你只要看非洲本国的媒体 民调政府领导人出来 都是实事求是这样的 他们这个仗非常清楚 我看到的最新的一个民调 就是非洲的年轻人 觉得中国给非洲带来的是非常好的影响 就是年轻一点看好中国 超过看好美国 这个是不容易的 因为现在是美国西方媒体 对中国攻击最没有底线 最肆无忌惮的时候 但这种时候 你看这个非洲的民调 东南亚的民调 拉美的民调 总体都对中国有利 这很能说明问题 对 所以您提供了一个角度 就是当有的人他听到 比如说所谓叫债务陷阱 其实要静下心来想一想 您要看当事人怎么说 这很重要 我们的合作所在地 所在群体怎么说 好我们谢谢这位观众的提问 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再请出下一位观众 三位老师好 我叫黎一轩 是一名高三的应届毕业生 我今天的问题是 就是目前看来 终结美元霸权地位的阻力 究竟是什么 在更新更公平 更公正的世界货币体系下 美元还能扮演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呢 谢谢 我自己觉得就是 现在不是美元霸权的终结 这个还不会这么快 但是我觉得出现这个 金融体系支付体系的多极化 这个是一个我们会 越来越多地看到 中国是其中一几 那么另外呢 实际上以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 外贸体量 外汇储备体量 包括美元储备的体量 我们实际上可以做很多事情 实际上我们一带一路 我们就花了不少美元 那么这个美元实际上 也是创造一些 对我们也有利的资产和财富 那么另外也有学者讨论 比方说我们可以在中国 建一个这个亚洲美元市场 或者什么都完全可以的 就是说你以后借美元 你不一定到这个美国去借 在这里我们在中国市场借 可以更好的汇率 更有利的条件等等 就我们现有的美元资产 美元储备等等 还可以做很多文章 总之我觉得是多计划 这是第一步 您刚说的 我们现有的美元资产做文章 其实也有不少人担心 就我们那么多美元的 这个在手上会不会 到那个时候 当美国它进入了一种 比较疯狂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资产 会不会遭遇一些冲击 这其实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未来假设 不管是美元的霸权的终结 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不是一个和平的变化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剧烈的变化 因为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 你看从英镑到美元 它总体来说 还是西方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 这样一种相对平和的权力交接 但是当时发生了什么 一四大战 二四大战 整个当时的欧洲被战争所撕裂 现在我们来谈论 这个美元霸权的终结也好 或者说它面临的一个危机 我们一定不能低估 它未来秩序衰变的过程中 它所带来这样一种潜在的 对世界秩序的一个影响 这是我觉得是需要额外去重视 它终结之前 它肯定会有 关键是终结之前它会干什么 对 这个影响会非常大 对 就像之前我们说美元霸权 它可能是以牺牲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作为它自己吸收营养的一个办法 那可能在它终结霸权之前 它会不会对这个体系的稳定 造成一种绝对性的结构性的破坏 这个对世界影响就太大了 我现在看到报道 就是西方学者和智库 也研究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就假设 就是这次对俄罗斯 做这个所谓地狱式的制裁 那么如果对中国也采取同样的方法 比方说把中国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 没收中国的金融资产 他们都做过推演的 但最后结论是 美国自己也将输得非常惨 双方大家都会有损失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它要用最后一击 让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 都陷入一种崩塌式的状态的话 可能随之而来的 也是它自己的崩塌 这个时候它就要考量 它要不要这么做 所以您看我们讨论 美元霸权的话题 也是希望大家对美元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但是反过来讲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 就是中国作为一个 这样的大体量的国家 我们不管是在金融体系当中 在其他体系当中 都应该成为这个世界的稳定期 这样的一种稳定期 不光是汇集我们自己的发展 也是汇集其他各国 这是我们的责任 好 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谢谢我们在线上参与我们话题讨论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再见 了解更多节目文章及音频 请关注《这就是中国》 今日头条抖音官方账号 以及节目微信公众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